當年她在愛情裡面 她轉得很深 這些就叫做情性 什麼情性呢? 當她一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她可以迷得很厲害 如果她也要在這份愛加上一個期限 我希望是一萬年 這個更加重 這些就叫做四粒之箱 歡迎大家收看理英才無所不相 這位是我們的理英才師傅 我是你們的主持Kid 還有我們今天終於有男嘉賓 萬眾期待的Tommy Hello 大家好 我是Tommy 師傅 我想問一下 我們之前看了這麼多集女嘉賓的相 今天有位男嘉賓出現 我想看男相和女相有什麼不同看法 差很遠 男人不欲戴女相 女人不欲戴男型 上次我都有講過這個題目 《夫形之身者》 《品陰品讓》 《分乾分柔》 《南乃崇陽之刑》 《顧其體光》 她的相片 那個形格看上去是一個廠像 好處是很熬的 是啊 很熬的 真心 但不好處是很硬項 這個絕對是 是的 這個絕對是由小到大 她的硬項不一定是差 不過如果她輸在什麼地方 看相片我有很多個角度 不要只說五官先 《凡官赤面先別三庭》 《三庭》是將人的臉分開三棵 《前壓》是為上庭 《眉眼權備》為中庭 這個就是下庭 由人中至下庭 但她的《三庭》 屑底的是旁邊這兩邊 它不夠後侯質 這兩側 即是這裡 剛剛就是命門 命門剛剛是這個位置 一帶下去一削的話 即是說 我得罪說她 我不知道她多少歲 她這麼多年來 她賺的錢 面那一層就算再風乾也好 但底那一層 都是就著用就著用的 我說的好運的時候 對嗎 這個是事實 不說不說叉運 好了 如果你一行叉運的話 那更加更加壞 師傅 是不是很肥的就叫命門口 就像電廈那些越肥越好 對 但那種肥又怎樣 是要骨朗 肉垂骨山 肉垂骨長 它的相的原廠設備 就是耳朵大隻 垂豬厚 厚闊 眉弄 還有 嘴的線條 拳骨起 這些相 陽光氣 卓卓有餘 但它輸在一個地方 就是它神配不到它的相 即是眼神 相人才相眼 眼不只是說眼型 還要說眼神 你有沒有留意 它的眼睛有很多個摺 你只是雙眼皮的摺 還是下面的摺 雙眼皮的摺 哦 這些就是很典型的 口眼深遠 這個款式走出來 每樣都站得很緊 但其實不是 一唐鼻涕兩唐眼淚 算了 算了 不還就有它 算了 算了 即是深遠 它怎知道是深遠 它簡直是有時明知人家吃虧 但有時忍不住 有它 它的相 是孤寒自己 闊老人家 你自己就知道 這件事會節省一點 那件事會節省一點 但是 當見到人家有事 不要說別人去求它 有時 它自己稍微鬆動一點 它都拿些錢去幫它 即是充闊老 不可以這樣說 師傅 你有說過 雙眼皮有摺 是叫象眼 它算不算呢 它不算 它不算是象眼 但是呢 它算是給情所慮 給情所慮 是給三種情所慮 第一 是給朋友所慮 它這些相 它的朋友 對它的助力不大 你自己知道 就是 很正常 你對我不好 我就對你不好 我經常都這樣教 我教學生都這樣說 八個字 當人處世 以禮還禮 以刀還刀 哪有這麼多好心啊 你對我不好 我還要對你好 好一次就橫可 但第二次再來的話 善良就不等於 被你傷害的藉口 因為它本身眼一摺多 眉不可以太濃 變成眉為兄弟 逆主於朋友 所以它一定給朋友 不要說害過 是令它吃虧了很多 這就是第一個情 就是要有情 第二個情 就是她家人的情 我不知道她有沒有兄弟姊妹 但如果你有兄弟姊妹 我批評你 你對兄弟姊妹 你是不是看回報 而你是看還可以幫到 就是幫 我的心態 都算是 但會不會跟親不親生 因為我和我姐姐不是同性 一樣的 入得你那個親人這個區 就算你不同性也好 都有這樣 它很有趣 起接那些人 姊妹龍 他有事 他就不想找人幫 因為免得搞到人 但你自己好一點 你就很想去幫人 是 我本善良是好的 但幫人有尺 防人有度 尺度 你就是少了這兩樣東西 這個是第二 第三 這件事你不可以說他 類不類的 他的本性是這樣的 原廠設備是這樣的 起接那些 當年他在愛情裡面 他轉得很深的 這些就是情性 什麼情性呢 當他一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他可以迷得很厲害 如果是要在這份愛加上一個期限 我希望是一萬年 這個更加重 這些就是四粒之相 四粒 哪裡粒 什麼四粒 粒了一個粒 他福堂粒 今天左右 是 好了 他中正粒 中正就是剛剛這個官律公 印堂粒 所以他當年看愛 他看得很重 他看他喜歡的人 喜歡的事 喜歡的物 他看得很重 他一定要經歷過很多挫敗 他才學曉了抽離 而你 最大可以令到你去抽離的話 這些相是要結婚之後 他才開始慢慢將自己歸於原位 你看他的家門這個地方凹 這些要靠他老婆 令他知道 原來這件事不行的 哎呀老公不是這樣的 原來這件事不可以的 哎呀幫人有尺碎的 好啊 我看你聽這些說話 你聽了很多 都有 太太也提醒了很多 誰知道提醒了很多 你有沒有留意他的家門 這個地方凹得來 他那個微微凹下去 本身他對婚姻 他是有一種恐懼感的 他說對婚姻 是沒有一種樂觀 先天性的觀念的 你是要結婚 真的踩進了婚姻裡面 你才開始感受到什麼叫家庭 人才開始變 還有他的眉 因為只要這樣壓一壓的話 要有一顆 你說如果不是他老婆大過他 我少少少 大你一有就算 我大了三年 差不多了 是呀 怎樣看到的師傅 他家門一顆 那個眉尾一聚下去的話 他要配大妻的 如果不是呢 沒有不是 如果不是那些是過客 那些只不過是陪你上床 有什麼原因他要配大妻 他需要母愛 因為他要回媽媽 他的相對媽媽 我的感情特別好 他對媽媽的感覺很強 而他的潛意識 他喜歡一些成熟的女生 因為你本身不成熟 看過相對 看過那麼多東西 相對的確令我們看到很多人 但是如果我們用相去選老公 選老婆的話 第一陣還可 但是去到感情呢 就不可以 因為去到感情那裡的話 是用愛去選 不是用利害去選 所以很多人呢 玩八字呀 玩拳門洞甲 全部就是說德同失 這件事我就很討厭 你中間裡面 你有你的感受 有你的靈魂的嘛 他的相一直以來 他本性他不送命運 他是近20年開始才慢慢感覺到 有些東西要參透 有些東西要去摸索 有些東西要去了解自己 是 這個更加同意 他強的嘛 他整個面相裡面 他最漂亮是他的嘴 他講什麼東西他都有理由 你怎麼說他講 嘴有靈覺 是啊 他嘴有靈覺很漂亮的 但是他輸了什麼呢 輸在他壓這個地方裡面 整個美人刀 再加上他讀書這個位子是凹 這個印堂是讀書的嘛 所以呢 他真正的學問 不是在學校裡面學回來的 這些相他今天 他之所以可以我跟他說 直說直說 是因為他有個經歷 他會聽得出這些說話 不是侮辱他 而是教育他 那麼他現在欠什麼呢 他現在欠貴人子路 師傅他整個相好像很man 但是眼睛好像很深遠 如果說眼神呢 有八樣東西的 第一眼神看他的生活 他的生活越不越快 現在你的生活是還可的 什麼叫生活呢 生活就是比如說你的淺財子綠 就造環境 生活 生活是說他的精神 第二就是看他的際遇 他的際遇就不好了 怎麼看的 眼神太重 是重 輕重的重 何知此人 漸漸榮 拳如珠色 眼如星 眼如星就是眼裡發光的 他的眼神重 即是沒有那些光彩 是啊 所以變成他現在很質疑 他的價值 他是用了一般人的價值觀 就是用際遇 來決定自己的位置 這件事我反對的 他的相是可以做的 他的相是可以捱的 但是他的眼睛小 他的眼睛大我很多 師傅 整個人都大你很多 是啊 這樣算是嗎 算比例 算比例 因為面大 他整個骨架畫 他眉粗 眉粗眼睛大 就是煞貴相傳 但是他的眼睛不夠大 煞貴是指眉 煞是指他的神 貴是指他的要求 他的行為 他的相 他要用運氣去證明他自己 你搞成一件事 努力 未必令你成功 但是起碼 令自己不會有遺憾 所以他第二件事就是 他的制愈 他用了制愈 放錯了位置 困了自己 第三 感情 感情負擔 反而他沒有那麼重 他的相 他老婆幫到他 在思想上幫到他 不過你老婆很兇招呼 你老婆硬頸 柔勝於你的 在我的面上 看到我老婆是怎樣的 相看三代 看父母 看自己 看子女 以他的相 你看他的子女公 這個地方是凹凹凹的 我只有兒子 你兒子會見三件事 第一 你兒子出生 呼吸系統很弱 很容易 敲喘 咳 但會隨著年紀慢慢好 看子女生比較弱 第二 你兒子不像你 你兒子比較像女生 怕怕醜醜 怕怕青青 你要教他 西哥比較像 十歲前比較像 經常玩這些遊戲 怕死 不像你 不像我 但你兒子很喜歡 你兒子的天真 就算他十歲也好 十二歲也好 你兒子的天真 到現在 還是好死天真 因為你都天真 你和你兒子玩起來 你都很像小孩一樣 你看他有一條骨 是一條骨 這條骨 這條骨 很活該 這條骨 你兒子沒有什麼 就刺足你 那樣東西 他有興趣 你不牽牠 他自己也會迷下去 但那樣東西 沒有興趣 你就算牽牠讀也好 轉頭 他左而右而束 你本性都是這樣的 是 你問你自己小時候讀書 是不是這樣 我自己讀書 小時候就好像師傅你這樣說 第四 眼睛看希望 眼神看希望 和你五官無關 眼睛看希望很弱 眼睛看不到前景 但不等於你不努力 神無氣息 為神慘 色無神氣 為色法 氣無神 為氣際 神氣息 三者並為一體 眼神本身是弱 再加上他的氣息 你留心看 他這個是這樣的鎖 就是這個鎖 就是這裡有些 是的 他由這個監門 就是這個位置 福塘監門 一直鎖 鎖 鎖到下巴 就是全部這些位置都是黑的 問題就很大了 我不是嚇你 我講一些是你知的事 我不是講你將來的事 他最少有三年 最少一千日 他的財力拘捕得很緊 還有 他不會去做一份工的 他起碼要做兩份至三份工 就是來維持生計等 那些東西 你問你自己人 對 你首主第一要做 兩件事 第一 你要脫衣特色 第二 你要尋回你的希望 反正不是絕對的 其實下雨 他有什麼好怕 宋念這件事很有趣 有宋念的人 不需要持虎後勇 一個人在台上 都可以等於千軍萬馬 我要挑戰十個 我要打十個 你現在欠一個宋念 你欠一個希望 你現在做多少份工 三份工 差不多 但最慘的是怎樣 你不是有計劃去做的 這些顏色一鎖住 還有眼神 看不到的希望 你這三份裏面 還不是說你刻意去找的 是誤打誤撞 左答右答那些 最新的那份是 是別人叫我 是啊 左答右答 不是說我立志做這件事 不是 三份都不是 但有件事很奇怪 這件事 這件事 這件事不能說 這樣呢 如果各位觀眾 這件事 慢著 他的相片有這兩個字 但是這兩個字 不能說出來的 這兩個字 應該是近一至兩年 是出來的 那就是說 是跟你將來有關 你的顏色呢 如果你脫得到的話 這兩個字 將來呢 會對你的工作 和對你的財運有幫助 但這兩個字 不可以在節目那裡說 如果各位觀眾好想知道 這兩個字是什麼 我們下集回來 問一下嘉賓 好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頻道 請大家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以下連結 報導我們的課程 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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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